我之前的那个所开始的车呢 是那个Protron Villa 然后是我爸爸的车来的 我第一次开这辆车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辆车很稳 因为before that我有try过其他的车 然后类似Iris的车 然后就觉得其实你可以感受到 那个稳定性 就是你在转弯的时候 其他的车可能就是 你一转弯你可能太过用力的转弯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感觉到好像要翻车这样子 但是Iris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很稳定 我觉得因为我们 我跟我父母商量买车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考量是安全 那Iris这辆车呢 他的确就是 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 麻雀虽小无战俱全 就是他虽然一辆很小辆的车 但是他里面却有 就是给的配件都很好 然后他安全 Fx又足够 然后我reverse的时候 我又有camera可以看后面的情况 然后或者有那个声音 reverse的时候有声音提醒我 就是不要再退了 不然就会赚到东西这样 但安全方面做得很好 当然第二个考量一定是价钱 那Iris的价格和相较其他的车比较的话 它是很合理 然后里面的东西又很好 然后Proton就是有知道消费者需要些什么 然后都里面的东西都不是随便给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买下它的原因 我觉得这辆车它除了很稳很安全之外 然后它很方便 就是你懂了KL的路 然后加上它的设计又很好看 就是你在人家有眼前一辆的感觉这样子 我们就是女生也需要一辆带步工具 到我们到任何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Iris它的设计 就是很适合我们女生 然后可以到我们到我们想要的地方这样子 很自信的开这辆车这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